大家好,我是小美 朋友们,第八期了 现在一共剩下16个特殊学演员 就我,只有我,没有上过这个破天花板 这季我跟逗逗都没有见过 这哥们今天都没来,你发现了吗 我跟你说,他七七在楼上 我七七在楼下守望 合着只有我在混underground 我太想坐这个破电梯了 男生就很多时候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点 你们可能都不理解 比如说男生觉得有时候留胡子特别帅 有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我刮个胡子 我跟自己说,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帅哥 有的时候忘刮胡子出门 我说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男人 比如说男生觉得剃寸头也特别帅 你朋友圈肯定会见到一个男生 剃寸头的时候会拍个视频 就在朋友圈这样 有有有 我觉得他这些人就是被电影里骗了 男主角这样剃寸头的时候 那种坚毅的眼神就感觉 这个角色可能要干什么大事了 但你朋友圈那个男生这么剃寸头的时候 你觉得这哥们是不是要出家了呀 还有一个男生觉得很帅的点 就是练得非常壮 我在想一个男生集合这三大优点 会变成什么样子 刘胡子,寸头,特别壮 我说这不就是鲁志申吗 莫名其妙 而且男生还有很多觉得 小时候觉得很帅一点 比如说你觉得摁关节特别帅 你小时候肯定见个男生摁关节天天这样 天天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他也不管那个东西疼不疼 他就摁得特别响,全身响 他跟个行走的阿卡贝拉一样 到了三十岁就知道你根本就不用摁 你身上的关节就会响着 而且你都不想让别人发现 你都宫位了一起来 咋啦 没事 男生有时候嫉妒心也特别强 像我们这种演出经常会有情侣来看 每次看到那些情侣我都很尴尬 尤其是女生特别热情的时候 每次女生就 小北 然后看旁边的男的就这样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小北我们拍个照片吧 我说行 然后那个男生垮个脸在这 然后女生还一直挑毛病 说你这拍得不好 你再拍再拍再拍 你知道来来回拍了好几遍 越拍他男朋友眉头皱得越紧 我就感觉差不多得了 再拍就不是合照了 那是遗照 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一切 你知道因为第一点 作为一个男生 我非常理解他男朋友 第二点 他男朋友长得真的很像鲁志森 然后那个男生拍完照之后 就在这弄得我贼紧张 我现在还是挺羡慕这些情侣 刚毕业之后年纪轻轻可以看一些脱口秀什么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钱 然后工资特别低 你知道我一个月的工资只够请女生吃一次饭 然后有一次这个女生对我印象特别好 她说哎呀 小北过两天要不要看个电影啊 我说要不下个月吧 我觉得进展不要太快 女生还跟我说呢 她说没想到小北你还挺羞涩 我心想这是我羞涩吗 这不是我囊中羞涩吗 而且我现在也不太会跟女生聊天 有人说小北你怎么可能不会跟女生聊天 那个特选演员 大家看我第一期的表现了吗 别说跟女生聊天了 我现在说话都有点费劲 然后现在看很多就是那个怎么社交的方式啊 社交技巧 现在特别流行一种聊天方式叫推拉 你们知道吗 给你们科普一下 你们有本记一下啊 就是说先怼一句 你知道 再夸一句 比如说对方问 你想我了吗 你先说没想 推他一下 然后再说没办法不想 再给他拉回来 非常厉害你知道 有一天有个女孩跟我说 她小北你在干嘛 我说干你毛事啊 还没等我拉呢 她说小北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说哎 推我是吧 我让你几手你知道吧 然后她那天推了我十几下 给我推了点积眼了 我说你是不是没学明白啊 然后她又开始推我爸妈 我都不敢再聊了 再聊我怕她推我全家 我对着着急了 我说你该拉我了 你该拉我了 你知道这时候她才反应过来 给我拉黑了 我觉得现在网上给爱情出主意的人太多了 不光教你怎么就是聊天啊 还分手又是给人出主意 你知道吧 你知道某伴上有一个劝分小组 有36万人 那个组里面不仅人多 说话还都特别难听 你知道吧 别人有个人问 啊我这感情问题怎么办 底下留言都说 哎呀不分手留着过年呢 叹为观止啊 菩萨你好 真是狗改不了知识 看了半天只有一个人劝别分手 理由是别分手了 不然还得祸害别人 我就感觉这个组里面啊 没有人相信无缘无故的爱 只有人相信无缘无故的恨 没有感情经得起那种劝分小组的考验啊 比如一个人留言 说哎呀我对我家里人不接受我男朋友 一年只让我们见一面啊 该不该分手啊 你乍一听是不是也觉得这段爱情有点问题 然后你一看谁提的问 你跟艾迪写着 爱牛郎的织女 还有许仙和白娘子 比如白娘子在某伴留言 说哎呀我老公逼我喝熊黄酒 该不该分手啊 要底下评论赶紧分吧 你跟你老公啊就不是一类人 最后呢我还是觉得大家想恋爱的话 还要精神精力啊 勇敢一点 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套路 尽量不要用别人的经验啊 在你的感情生活中 推腿拉拉啊 我讲这儿 谢谢啊 我叫李希 我就是挺意想不到的吧 自己居然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力在啊 我对自己都很佩服 只能说小北牛 拜 那你有信心晋级吗 我觉得应该晋不了级 这么乐乐的 肯定 也没有说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了 还是有一点侥幸心理能晋级了 哎这样吧正常讲吧 给大家开个暖暖乎乎的小场子 然后让大家好好讲 哈喽我们俩俩 我是小北 哎 今天的主题叫退网吧 我累了 真累了 稿子写到一半 才知道主题是退网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退网8 我还挺惊讶的 我说这次节目组还挺有童心的 网8我也太熟了 都写半篇了 行吧 退网退网退出网络 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呢 就是在网8 你还记得以前网8环境有多差吗 非常的恶劣 我第一次去网8的时候 就是我发小带我去的 他说小北 带你感受一下神仙的生活 然后我一到那儿 发现全是二手烟 我说这就是神仙的生活是吧 他说小北 你就说是不是腾云驾雾 烟大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出网8 是用狮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虫大门掏声的 然后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去网8 写论文什么的 同学发现都很惊讶 他说小北 你为什么在这么神圣的地方 干这么龌龊的事情 然后我旁边突然 那个大哥就跟我借书 我说你看吧 网8不止我一个人看书吧 说完这句话 那个大哥就把书盖在他的泡面上 当时网8好几个人吃泡面 输得点不够用了 当时就感觉 输到用时方恨少 以前的网络环境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上网就是为了交朋友 我也交过网友 甚至还在线下见过网友 当时到了约定地点 发现那个网友 是我班的男同学 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 蝶恋花是你啊 你不是个女生吗 我说你不也是个女生吗 蓝色妖街 现在的网络 大家就是力气都特别重 甚至还有人出来挑事 前两天节目刚播的时候 突然飘过来一行弹幕 就没有人骂小北吗 我心想大哥你要骂 你就直接骂 你怎么还攒上局了呀 我真的是服了 你知道 我不是说大家不能评价我 关键当时我还没上台呢 你知道吧 我心想大哥你这是缺人吗 你这多少点缺心眼吧 你知道 前两天我刚看了更武力取闹的 那帮踢足球的人和玩飞盘的人吵起来了 就因为足球场地 特别有意思 那帮踢足球的人说 说都是因为你们这帮玩飞盘的 站着我们足球场地 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然后那帮玩飞盘的说 中国足球是差个场地吗 你给我甩得这么好 扔飞盘你也差不了 我真是服了 我觉得这个事有什么可吵的 那不就是个租赁的草坪吗 谁花钱就让谁玩 草坪不是之前干嘛 现在就得干嘛 如果你非要这么较劲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先把草坪还给羊 羊还得说呢 不敢当不敢当 还是还给屎克朗 这个小押韵送给屏幕前的大哥 大哥你现在可以发弹幕了 你可以骂我了 你不骂我 我都想骂自己 我其实在生活中啊 是个特别怕争吵的人 每次看到网上别人在吵架 我就很紧张 每次看到别人吵架 我脑海中就有个场景 都是住手 都不要再打了 我说现在网上干点什么事 你都挨骂 我玩游戏我都会被挨骂 因为我玩得不好 经常就有人骂我玩得不好 前两天有个男的就骂我 他说你没长脑子吗 你手怎么长得跟脚一样 当时都给我骂懵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零激动 然后我就开始装女生 我说那个对不起嘛 鹰鹰鹰 我们女生可能不知道啊 鹰鹰鹰这三个字 对男生杀伤力有多大 那天那个男生带我赢了一晚上 我感觉那男的已经沦陷了 他叫了我一晚上宝贝 当然我也没有饶过他 我答应了一晚上 他甚至都已经忽悟我的网名 我的网名是 我是你北爹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网络的环境印象呢 就是跟小时候的网吧一样 就是乌烟瘴气 比起现在上网交友 我更愿意再跟朋友 在现实中面对面 去网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可以 开得很nice 非常好的开场 谢谢小北 喜欢小北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锁票 太棒了 自己骂自己 这条实在太管用了 三人一块拍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你们有没有发现 理发师特别爱劝别人烫头发 如果你们没有发现的话 应该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很听劝 其实刚开始烫完这个头发 我还挺满意的 有一个瞬间 我就发现这个事 有点不对劲了 我发现理发师 烫完头之后 他不敢跟我对视了 对对对 我也对 直到结账的时候 我就确定了这件事 我问他 我说今天烫头发多少钱 他说小北 今天烫头发钱 就不管你要了哈 我说这么丑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说这样吧 我也不太好意思 白烫头 那个我帮你发个微博 宣传一下吧 他说小北 开个价吧 我跟你说 我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就是特别听劝 但是对于消费这个事 真的是听人劝被人骗 我奶奶最近跟我聊天 说孙子 我买了个老花镜 这老花镜啊 老花钱了 我说多少钱啊 他说这个老花镜 花了我两万 我说什么奶奶 这个老花镜是能看到 我爷爷的私房钱吗 然后我就说 这个眼镜好用吗 他说这个眼镜非常好用 正常看的时候啊 是没有度数的 越往下看啊 度数越高 我说奶奶 这个老花镜好是好 是不是显得 你这个人有点太傲慢了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奶奶都这样 我看看哪个孙子来了 所以现在导致我 特别提防这种消费陷阱 每次这个客户 给我订那种星期酒店的时候 我都小心翼翼的 一开始住那种星期酒店啊 特别的不适应 真的非常不适应 一般都会有个门童 帮你开车门嘛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那门童特别热情 帮我开车门 当初弄得我都紧张 我赶紧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把门关上吧 那个车里面 另外三个人不出来 这是顺风车 非常热情 帮你拿箱子拎包什么的 然后弄得我都特别紧张 有点局促 我不知道怎么 突然就说出一句 我说你们这平常给小费吗 他说有给的 我说那我不给的 而且每次住这种酒店的时候 客户给你订酒店的时候 都会喊早餐 我以前不吃早餐 不是因为我懒 是因为我以为 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 有我就一定要吃 有一天我熬一熬到五点 看了一下表 六点半就开餐了 我咬咬牙 去吃了顿早饭 那一天过得怎么说呢 就是又撑又困 而且我平常吃那种 早饭从来不注重什么营养平衡 但是吃那种自助早餐的时候 我觉得每样我都要吃一点 光喝的我就要点三杯 我要点一杯橙汁 点一杯牛奶 点一杯咖啡 喝不动了还得劝自己 小北 养鱼呢 每次都会吃巨多 有一次给我吃短片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服务员跟我说 先生你住哪个房间 我们给你送回去吧 我说你等会儿 再给我拿两杯酸奶 而这种酒店 有很多那种消费陷阱 有一天我在那个房间里 吃外卖的时候 吃着吃着特别想喝可乐 就那种等不了的想喝 然后我就发现 冰箱里 就是房间冰箱里有一个可乐 然后打开着喝 感觉特别好喝 喝着喝着我就发现不对劲 我发现可乐罐后面 贴了个48的标签 我当时想 什么可乐这么贵啊 48年的可乐吗 当时那个饭 我对了吃不进去了 赶紧把衣服穿上 准备去楼下超市 买罐新的可乐补进去 及时之损 我真的是低估了 酒店的消费能力 同时也低估了 他们的执行力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冰箱里 有一罐崭新的可乐 当时我就完了 被发现了 然后手里边拿着 一个三块的可乐 也喝不进去了 我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第二天退房的时候 我说我今天退房 他说先生 您昨天消费的一瓶可乐 是48元 我说是这样啊 昨天我买了罐新的可乐 然后放了进去 然后我们俩要沉默了 显然他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当时我心中还有一次窃喜 我说将军 然后沉默了十秒之后 然后前台跟我说 哎呀 这样吧先生 那个我们还是照常 收您48元 然后呢 我们再退您三块 我跟你说 现在这种消费性 真的是太多了 搞得我们现在 消费者很被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 掌握主动权 不能等骗子来骗我们 要主动骗自己 要跟自己说吃亏是福 我以前怀疑过这句话 我说吃亏是福呢 不吃亏是什么呢 现在我有答案了 不吃亏是不可能的 好 接下来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小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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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真热情啊 这个还记不记得 我去年在节目里 说了飞盘 记得吧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玩飞盘 只有我在家隔离 也玩不上 给我惦记的 给我急的 有一次在家 急的我直腰尾巴 我说我想玩 我想玩 我想玩 太想玩了 你知道 在家隔离 我每天的生活 也非常单一 就是做饭 洗碗 收拾菜 收拾厨房 外地朋友 跟我开玩笑 说小北 你怎么在家里 天天跟个家庭主妇一样 问你这是什么话 我就一个人住 我这是家庭寡妇 说实话 刚开始隔离的时候 我还有点兴奋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隔离过 那时候准备了 五天的方便面 面包 各种零食 那五天过得 怎么说呢 有点像坐火车硬卧 第六天就发现 有点不对劲了 我说这个火车到站了 怎么还不能下车呢 然后当时东西都吃完了 还好后来发了物资 但是我不做饭 我家连盐都没有 当时给我急坏了 都给我急哭了 当眼泪划过嘴角的时候 我说 这不有盐了吗 趁着眼泪没干 赶紧把菜就给吃了 然后开始能买些调料之后 然后自己兴致勃勃 给自己做的牛肉 第二天拉了一天肚子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这个坊间传闻 不是在家做饭比较卫生吗 其实当时牛肉出锅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点问题了 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牛肉有点硬做的 硬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在出锅的时候 炒那个牛肉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锅里面 听到了 嘀嘀廓廓廂 嘀嘍廓廓廓 嘀嘍廓廓廓的声音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疫情一结束 然后外地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说小北带你出去玩 带你出去露营 改善一下生活 逃离一下城市的喧囂 我一到一个营地 看到无央无央全是人 全是帐篷 我说这也太喧囂了吧 感觉那都不是个营地 感觉吧 那个是个部落 当时我都有点恍惚 我说刚才那个扎张变 我说刚才那个 扎脏辫的 不会是我们酋长吧 都给淹了 行吧 然后 我什么时候发现 有点像部落的 就是当时我特别 想上卫生间 找了好久的找 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问旁边人 我说这个卫生间在哪啊 旁边那人都非常疑惑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行 看看 他一直在吃博士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遍地都是 又淹了一个梗 吃不过人了 晚上到了饭点 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今天晚上吃点啥 他特别兴奋 他说咱们今天吃了方便面和牛肉 我当时听着锅里面叮得咯咯叮得咯咯声音 我想我来这干啥了 我来这一苦思苦呢 太多了 炸了 炸了 口吼是公共笑 好神奇的表演 快受不了了 调整一下情绪 然后野外的虫子也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晚上一开灯的时候 你发现全是蚊子 虫子做到什么程度 这样 就是我都不敢说话 我怕我一说话就杀生 我怕我说实话就 吃一个 有意思 然后最烦的就是 晚上在帐篷里睡睡袋 睡袋我觉得太难受了 你们都知道睡袋 包裹性非常强 就把你全身都包裹住了 就只剩一个脸 当时我跟我朋友 在帐篷里 特别像两个剧情的 蝉涌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 保暖是保暖 是不是有点不安全 假如那个帐篷里 突然进了一个人 进帐篷里面偷你东西 你就很局促你知道吧 当时他偷完东西之后 你就在那儿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赶快等我十分钟 等我 特剑成蝶 偷东西都还好 我就怕他偷人 非常的尴尬 突然进来之后把我扛走 我就感觉自己 特别像一个 事情的妃子 旁边还有个尖尖的声音说 北娘娘今天是寻了 回来之后啊 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好 越来越繁足了 真的你想一下 露营 攀岩 钓鱼 而且还有花钱繁足 我在想过两年 会不会有的公司会团建 出外扎寨 采摘 打猎 爬树 然后这个项目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野人乐 然后吐槽这么多啊 然后那个时候 虽然就是感觉 这个露营虽然吃得煞 住得也不舒服 但起码 那里没有疫情啊 还有一帮在篝火旁边 转圈的好朋友 我今天讲这儿 谢谢大家 小美谢谢 小美 这个就是修丧修丧你的面皮 你今天吃的河斯几个自己 口无是说好笑 口无是说好笑 厉害厉害厉害 四舍五出应该没有吧 但是我最喜欢就是你 崩溃了的那一段 自个儿急着铺了额子 满满地绕 我那会儿特别想拍 但我怕我拍的 你就彻底换套了 特别大意思 我好久没有嘴这么笨过了 咋啊你 我好几个月没怎么说过话了 然后 这个就新款元 我见到这么多人 我都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那是受恐 但崩溃那段我最喜欢 就是还挺 尤斯还挺可爱的 但我们训解还是坚持住了 没被她诱惑 不能让她这么混过去 确实今天还是有点宽 对因为我看过她之前的 对所以是 就没能画脱口秀嘛 现在就是不会说话脱口秀了 应该是 但想象力真丰富 她能想象到自己露营的时候 像个捡泳子这个感觉 真的太形象了 也没少吃 小柏这几个月啊 是会有点太惨了 刚才她说那个 钉铛铛的牛肉啊 这什么家伙才能说得了呢 是不是 你一定要搭配的是 云南白耀 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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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